戚风蛋糕中间放进荔枝以及苹果切片 接着淋上满满鲜奶油 再搭配当季二轮香的哈密瓜 水果蛋糕大功告成 同样是戚风蛋糕为底 上层则是昭和日式布丁 口感Q弹不黏腻 最后加上万寿菊叶子来点缀 这是网美跟小孩子们都喜欢的布丁烧 云林护卫这间咖啡厅外观走浓浓复古风 这边原本是废弃的药厂 改建成低调的下午茶约会胜地 目前人保留旧有的构造跟砖瓦 让人一进来吃甜点 就感觉跟外面吵闹喧嚣的世界隔绝 老屋改建是店长的巧思 一开始并不是事事顺利 像顾客吃的这块小老鼠乳酪蛋糕 主要是优格加咸蛋黄 原本想用地瓜 后来觉得层次不够 想多加强冲突感的味蕾 改用鲜鸭蛋 除了美美的甜点 店家还有香肠前厅宝 高粱酒香肠搭配泡菜跟生菜 台式下午茶组合也获得不少好评 吃完甜点当然少不了饮料 最具代表性的咖啡是拿铁加炙烧蜜番薯 黑糖粉炙烧后吃起来有焦脆香味 另外柠檬果干加红石榴 这杯气泡饮更是夏日消暑盛品 业者说咖啡店一楼是甜点空间 后方打造成温室花房的风格 二楼摆设是六零七零年代 让人仿佛回到小时候老板打造一个 可以午后发呆创作艺术的小天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